刘亦菲演戏究竟有什么魅力 让陈晓如此赞不绝口呢 刘亦菲演戏其实有些自己的小技巧 他会用自己的色彩和理解去填满角色 每次开拍前会放空自己投入角色 会体会角色的内心和灵魂 他的眼睛让陈晓有种火花碰撞的感觉 好久没有遇到这样有影技的对手了 尤其刘亦菲梦华录即兴发挥的桥段 火花更猛烈 刘亦菲问我要站着说话吗 结果剧情呈现的是陈晓顺势搂了刘亦菲 最后完全没有按照剧本来 剧情效果却拉满了 还记得青盖如白头如心的桥段吗 其实刘亦菲用了三种握手姿势 效果都不理想 刘亦菲灵心一动将手掌向上 才有了剧中的经典握手桥段 一下子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代入感特别的巧 这个镜头看几十遍都不会腻 你是我的死穴 这个桥段经典的再也不能经典了 你用这句台词你去表白肯定会成功的 实际上陈晓按照剧本是要报刘亦菲的 但刘亦菲一语癫心陈晓 自财有了正片中 刘亦菲伸手拒绝 陈晓抱抱的经典镜头 将角色的情感拉扯表达到了极致 特别的高级有没有 陈晓合适刘亦菲之后 发现刘亦菲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演员 刘亦菲即兴发挥的演技 能够给对手带来很多新鲜感 而这种演员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谢谢大家